请看《路加福音》十六章 请看《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 人在最小的世上忠心,在大世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世上不义,在大世上也不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下午我们想根据这一节圣经 来谈谈为主更加用心这个题目 求神的灵神亲自带来我们 用心是我们信仰上非常重要的灵修 用心也是我们服事当中非常重要的条件 一个真信徒,灵修能不能成功,做功有没有果效 端看他是不是真的用心在做 那么到底怎么样才算用心呢 简单的说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能够很认真下功夫去把它做好 包括事前的准备,过程的执行,还有事后的检讨 也计算是在准备,过程的执行 绝对不会随随便便敷衍了事 也计算是在准备,过程的执行 也计算是从心里任身负责的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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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用心本身是一种美德 不只被社会肯定更被圣经称许的 不只被社会肯定更被圣经称许的 今天从属灵来看 用心就是中心的基础 从心里任身负责是一种基础的 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中心 只要看他做事是不是真的用心 就一清二楚了 上个安息日下午我们谈到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二节 主耶稣所说不义却聪明管家的比喻 结论就是要去除管家的不义 要学习管家的聪明 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秘密 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秘密 就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十节 必须从最小的事上做起 必须从最小的事上做起 为什么呢 这就是肯定的 这就是肯定的 主耶稣 就好像坐在主的身上 那样为主更加用心 主耶稣 就像做成为主耶稣 做成为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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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世上没有什么成就 他在世上没有什么成就 可是当他要离世之前 却叫他三个儿子来 可是当他要离世之前 却叫他三个儿子来 为了告诉他们三句话 这是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原则 这是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原则 那是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原则 于是大儿子先问爸爸什么事了 他说没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事 二儿子在旁边接着就问爸爸 到底是什么事呢 他说这不关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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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儿子一听有点不耐烦的 再问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我来的时候就这样 他说完了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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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他有没有告诉 儿子们所要说的三句话呢 他说完了 好像没有事吗 其实全讲了 其实全讲了 第一句没有事 第二句 第二句 这不关我的事 第三句 我来的时候就这样 他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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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位父亲一生做事的原则 难怪他一生没有什么成就 难怪他一生没有什么成就 不过今天老实讲 这个世界上这种人不少 尤其是上班主的 尤其是上班主的 其实这种做法 严格讲就是不忠 这种做法迟早一定会出问题的 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我们想想看 今天如果我们 用这种态度去创业 那注定会失败的 就好比开一家超市 是要开一家超市 一定用心去经营才会赚钱 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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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懂 只是不一定能够做到 尤其是在信仰上面更常常做不到 尤其是在信仰上面更常常做不到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 就是这三句话 第一个 第一个 因为我认定这件事对我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事 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第二个 第二个 因为我认定这件事跟我无关 所以我觉得这不关我的事 这是归属感的问题 第三个 所以 我能免免就免 能推就推 反正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因为我来的时候就这样 因为我来的时候就这样 这是责任心的问题 这件事 这是责任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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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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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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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六 是责任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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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带着他肯定的态度 他在一切开玩笑 今天如果是我们 请问我们愿意吗 除非有钱赚 可是 Absalón却心甘情愿 用心去做 为什么 因为他想当王 所以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他觉得这件事跟我息息相关 所以我一定要尽力把它做好 把它完成才行 因此今天在信仰上有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我们能不能用心的问题 而是我们肯不肯用心的问题 而肯不肯用心的决定就在我们自己对信仰的价值观 也就是我们的主要求神的关系 这个认识 还有对主耶稣的归属感 还有对整体教会的责任心 还有对整体教会的责任心 这才是今天我们灵修能不能成功 这才是今天我们灵修能不能成功 做工有没有火效最关键的所在啊 是神向每一位信他的人最基本的要求 是神向每一位信他的人最基本的要求 第六节 他们来的时候萨莫尔看见伊利亚就心里说神的受高者必定在他面前 第七节 神却对萨莫尔说不要看他的外貌 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 因为神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 是的今天神不看人的外貌乃是看人的内心 人的真心才是神真正要的 那才是一切的根源 而神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不理会我们外在的行为 而是神不怕我们所做的不是出于真心 而是神不怕我们不够用心 所以会让自己的信仰变成一种形式化了 或可能我们不够用心的信仰 让拜神变成一种应付式的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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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主多久了 我在靈修上,在士工上,有真的为主更加用心吗 还是越来越松懈 还是越来越松懈 今天下午我们从最基本的三个面向来谈谈 第一个,拜神要为自己更加用心 没有错,今天我们拜神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但是也为了造就自己 希望自己能够从神那里蒙受福气得到拯救 今天我们在疫情期间仍然有网络聚会 第二个问题是,当我们信主久了之后,常常不知不觉就忘了 但是,当我们信主了,当我们信主了,常常不知不觉就忘了 所以很自然,就觉得这件事对我不重要 就觉得这件事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想说,这件事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件事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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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是大错的错 但在这件事里面是一个大错的错 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 主耶稣教训我们拜神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今天聚会就是在敬拜神 而聚会的内涵最主要是三项 唱诗,祷告,听到 这三项不仅是一种崇拜 同时也为了造就我们自己 首先是唱诗 请看约翰福所书第五章 看约翰福所书第五章 十九节 十九节 当用诗章诵词 领导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唱诗一定要用敬虚的态度 口唱心和的大声赞美主 在唱诗,我们必须要拥有力量 绝对不可以开玩笑 想唱要唱不唱那个样子 我们必须要唱不唱的样子 一边唱一边还跟小孩子玩 一边唱一边还做其他的事情 或者根本就不想唱到处走来走去 再来是祷告 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 第六节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部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祷告一定要进内部关上门 祷告暗中的父 那么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我们 意思就是天父虽然肉眼看不见 可是祂是无所不知 而且随处都在煎草 所以祷告不必在乎别人 所以我们不必在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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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ITUDRA PIA DOZAH TRABAJAR DURO Y COMUNICARNOS CON IMPORTUNIDAD CON DIOS TIGHTUDY IDITY IDITλά JINGIEN NAYSÍ IDITL Y IDITlHRÌ LA ACTITUDE DECER PIADOSA Y EL CORAZÓN DEBE SER SINCERO perfecto NO DEBEMOS 接下来是听道 先看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请看129节 129节 你的法度奇妙 所以我一心谨守 130节 你的言语一节开 就发生了一种是 愚人通达 131节 我当口儿子 因我切勿你的命令 听道一定要 聚精会神的专注聆听 一定要虚心受教的 素耳公听 就好像 就好像故事的那样 可慕啊 真的,很想明白,很想一心遵守 所以不能听到张口,而且听到气喘 那这样神的话,马上就会解开,发出亮光 我们马上就可以豁然通达大德造就的 千万不能无精打采的不听哲语,一听就睡着了 或者是像在品茶喝茶那样,只在乎好不好听 会不会讲,喝不喝我的意思 难怪听了几十年,灵性都没有长进,真的非常可惜 这些都是我们敬拜神很平常的小事情 这些是很普遍的事情,我们真的要为自己更加用心吗? 第二个,传道要为别人更加用心 第二个,传道要更加用心 请看马可福音十六章 马可福音十六章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的交代 这些是说,这些是我们的祝福音十六章 也就是今天主席给我们的使命 也是今天主席给我们的使命 目的就是希望万民也都能够成为主席的门徒 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由此看来这件事情确然是为了别人的得救 可是同时也为了满足神的期待 是所有真信主的人永远不能说不的事 是一切都没有说不的事 只可惜我们却发现今天我们似乎也没有很用心去传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件事毕竟都是为别人 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件事毕竟都是为别人 对我不很重要 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相关 所以有也好,没有也罢 其实这种想法也是错的 其实这种想法也是错的 这种观念正证明我们对人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就不会主动去关心别人 这种观念更证明我们对神不够忠心 不忠心自然就不会去理会神对我们的期待 那这种想法也不忠心 那这种想法也不忠心 我们看看保罗,保罗刚好相反了 我们看看保罗,保罗刚好相反了 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第二节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第三节 为我弟兄,我苦肉之情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保罗,保罗为自己的弟兄的得救 大有忧愁,时常伤痛 就是自己被咒诅 他都愿意有 再前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使徒行传》第十六节 《使徒行传》第十六节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 当保罗到雅典,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着急 当保罗到雅典,他见到雅典 他在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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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做法 在传道的事工上 为别人更加用心 难怪,保罗后来才分析 Timoteo 请看 Timoteo 第四章 第四章 请看第一章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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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勸勸人 保罗吩咐 Timoteo 务要传道 那怎么传呢? ¿Cómo? ¿De qué manera? 保罗说 无论何时不得时 都要专心 都要忍耐 Pablo dijo que instes a tiempo y fuera de tiempo con paciencia y con toda doctrina 也就是说 一定要随时随地去传 es decir se debe predicar en todo momento y en todo lugar 只要有机会 不管对谁 都要想办法去传 siempre que haya una oportunidad sin importar quien sea uno debe predicar de esta manera es trabajar realmente duro a partir de cosas pequeñas en la vida diaria y no tenemos que esperar a la convocatoria espiritual o a la evangelización 如此 才算是真的 对人有爱心 对神有忠心 solo de esta manera amamos verdaderamente a las personas y somos fieles a Dios 不但救别人 同时也救自己 salvamos a otros y también nos salvamos a nosotros 使自己将来 免受咒诅 反得上色 de esta manera no recibiremos las futuras maldiciones y seremos recompensados 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工作 更是一种责任 porque este no es solo un trabajo sino también una responsabilidad y si uno cumple con su responsabilidad finalmente el beneficiado es uno mismo y tiene una relación estrecha con nuestra salvación tercer punto trabajar más duro por Jesús en términos de campo de trabajo en el mundo hay dos tareas principales para los cristianos una es el trabajo del mundo y otra es el trabajo de la iglesia debemos trabajar más duro por Jesús en estas dos tareas principales ¿de qué manera? con respecto al trabajo del mundo hoy todos hemos creído en el Señor y fuimos bautizados pero nuestra carne sigue viviendo en este mundo por lo que el trabajo en el mundo es inevitable ¿cómo debemos esforzarnos en nuestro trabajo del mundo? ¿cómo debemos esforzarnos en nuestro trabajo del mundo? no se trata de ser quisquilloso no es perjudicar a las personas por el beneficio propio tampoco es amar el dinero sino que es esforzarnos en hacer nuestro trabajo con corazón para glorificar a Dios y beneficiar a los hombres no importa si perdemos un poco vamos a leer Efesios capítulo 6 Efesios capítulo 6 ocho este es el principio de vida cristiana No importa si se haya están siendo asesor en la suprem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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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la suprema 也就是每一个人 你都必须要尽自己的本分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做该做的工作 而且不能只在眼前侍奉 乃是要从心里面做起来 好像在服侍主 不像在服侍人 这样才能够证明 我们的确是主的本徒 证明我们真的为主更加用心 这样才不会让主的名 被别人吸毒 你会说你信耶稣怎么信成这样的样子 第二个 教会的工作 请看以福所书第一章 以福所书第一章 以福所书第一章 请看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流者所充满的 是的 教会就是主的身体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说要爱主 那就必须先爱教会哦 那么要爱主书第一章 我们要爱主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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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可以像外人那样 不问不问 什么工都不做的 nunca debemos ser tan desinteresados como los extraños y no hacer nada 总认为这是传道 负责人的事情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或认为这些是问题 从传道的传道 或传道的传道 这也不是错的 圣经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 那既然是自家人 就有义务要为这个家来付出 如果是自家人 我们是自家人的 那么我们要求 做什么 或是这家人 为了报答我们的家长 主耶稣的大爱 所以我们立当为耶稣 更加用心才是 千万不可以 忽悟主耶稣 给我们莫大的救恩 否则将来很难 对主耶稣的审判 的够 是说话又说回来 在教会做生公 最后的受益者 还是我们自己 先看哥林多前苏十五章 先看哥林多前苏十五章 五十八章 五十八章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功 因为知道你们的老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今天做世上的工作 总结其实还是空的 只有在教会里面常常竭力多做主功 只有在教会里面常常竭力多做主功 只有在教会里面是绝续不突然 做主功的果效将永远随着我们 这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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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请看 Marco福音十四章 请看第六节 耶稣说 由他吧 为什么然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第八节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欲宣交在我身上 第九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五天之下 对不起刚才跳电了 俗话说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信任 这话绝对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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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上如此信仰上更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那个像日葵 我们看看这个事 他一出生就选择向着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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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目标非常简单 而且他也非常专注 他的目标非常简单 他的目标是简单 他的目标是简单 结果他的花就开得非常漂亮 他一出生就选择很专注 他同样的今天在信仰上 看起来好像是很专注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只要我们专注用心 那我们的信仰也能够大放光彩的 我们看看玛利亚就是这样 为什么主耶稣会那么肯定的当众 称赞她说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呢 为什么主耶稣要那么正宗的当面 吩咐文徒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祭奠呢 我们想想想这种荣耀何等的大 广亚是这种荣耀何等的很小的 你要不要接受 这荣耀 但不是很征销的荣耀何等的 也不是单单靠她能够下定决心 在主耶稣最需要的时候 打破玉品把膏交在主耶稣的头上 这些都很重要没有错的 可是最最重要的应该是她长久以来那个用心良苦 她所做的真的是尽她所能的 所以尽管物质相高的香气会渐渐消退 可是玛丽亚那为主耶稣更加用心的精神 却永远长存的 也就是那个香气 那个美永远不会吞射的 这才是最宝贵的 难怪玛丽亚能够得到那至大的荣耀 因为她真的做到了 今天请问我们呢 我们真的做了吗 我们真的为主更加用心吗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le pedimos ayudar al Señor 唱识 287首 vamos a cantar himno 287 前唱识 287首 287 287 287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继续播剧场—— 继续继续播剧场—— 继续为这一次的疫情来祷告 因为这里正好碰到冬天 继续播剧场——